来给他贴金 满他这个月 请工匠吗 当然要出钱啊 可是他这块金呢 只够贴金拨的 不够工钱 这个以金匠看他很诚恳 就说了 这样吧 你也很难得发这个心 黄金你出 这个工作呢 我来做 我们两个共同发心 替佛像装金 于是呢 他们两个就完成了 这个功德 从那之后啊 两个人发愿 生生世世在一起 生生世世一起修行 从那一世之后 这两个人呢 生生世世都是夫妻 而且生生世世啊 这个皮肤的颜色跟佛一样 永远不会老 永远不会变 所以啊 这一世啊 还是这个样子 出家了 还是呢 像佛一样金色的皮肤 别人就叫他金色头头 这个比用什么化妆品 都有效啊 它是永恒的 所以要想皮肤好 很简单 拿金拨去贴佛像 把佛像变得很庄严 自己啊 也就会变得很庄严 这个是真的 你可以想啊 我们把佛像装严得很好 别人看到就生欢喜心 别人一生欢喜心 这个因就种下去 将来我们得到的果报 就是我们的肤色 不管走到哪里 别人看到 心生欢喜 这个金呢 就是讲最好的意思 最好没有一个标准 我们觉得 我们觉得 我们这边皮肤 哎呀白一点很好 你要到非洲 恐怕白皮肤不吃香啊 非洲人觉得 黑 越黑越亮 那是最好的辐射 什么缘故啊 审美观点不一样啊 好像听说 最近啊 在年轻人中就流行 一种什么古董色 古董色 就是太白了 反而年轻人不喜欢了 喜欢啊 有一种半黑不黑的 看起来怪怪的 但是很多年轻人喜欢 在他们心目中啊 那就是金色 金色什么意思 就是最好的颜色 永恒不变的颜色 这是家设尊者 他得到的这种果报 过去生中就来的 这一次随佛出家 也非常难得 本来呀 家设尊者 他是个大富长者家的公子 从现代话讲 他是个富豪子弟 家里很有钱 是当时一个国家的首富 他的这个父母啊 专门为他娶了一房媳妇 就是刚才说的 过去生中一起发心的 那个贫穷的女孩子 这一生跟他一样 也是金色皮肤 两个人结婚之后 共同约定好 咱们一起发心修行 将来有机会呢 一起发心出家 以后夫妻两个 真的都发心出家 万贯家财 全部散出去 随佛出家 七日之中 正阿罗汉国 而且佛陀灭度之后啊 是由这位大家设尊者 继承佛的事业 传佛心意 弘扬佛法 所以他是佛的接班人 佛最器重的弟子 在禅宗 家设尊者是出族 第一代祖师 这是西天 禅宗出族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家设尊者 他所代表的意思就多了 那么主要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 修学任何一个法门 最后都要归到尽头 禅宗啊 代表佛门大成的精华 禅宗的出族 也在这个地方 听闻念佛法 家设尊者 是传佛心意之人 是佛的接班人 这也告诉我们 这个法门啊 就是佛的心意啊 是佛法的精髓啊 所以这一层意识 就非常重要 这是家设尊者 所代表 接下来 摸合家瞻言 家瞻言 翻译成中国话 叫文士 文士啊 就是文采装饰 非常好 大概这一位尊者 学问很好 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家 这一类的人物 这位尊者呢 他长于辩才 善于议论 说法 最为第一 就是说 很善于跟别人 讨论佛法 那么 佛地址中 还有另外一位 傅楼那尊者 也称 说法第一 所以这一位 家瞻言尊者呢 就用另外一个专长来代表 论意第一 就是很善于跟别人讨论佛法 这个地方啊 这位尊者就代表什么呢 净土法门 我们要善巧的为别人介绍 为别人解说 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欢喜来学 这位尊者 有很多善巧的 精彩的议论 就是关于佛法的这一些道理 讲的很通俗 很容易懂 而且很精彩 譬如 当时有人问 你们讲啊 人死了之后啊 有轮回啊 人会堕落啊 人会 人会这个 升天啊 哪有这回事情啊 我不相信 如果人死了真的 还会有来生的话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啊 为什么不回来看看 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这位尊者就说了 譬如有一个人 好不容易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了 请问 他是不是很高兴 常常回监狱来看看 这个听话的人一听 哦 也有道理啊 那么如果这个人呢 他要升天了 就好比从监狱中脱离了 他没事跑回来干嘛 再跑到监狱去受苦受难吗 当然没这个道理啊 那有人说 他如果没升天 如果要堕落呢 要堕落啊 就是他从一个轻的监狱啊 又进了一个重的监狱 他刚 当然就更没有自由了 怎么可能还会再回来呢 像这样的精彩议论 这一位尊者啊 有很多 所以常常接引很多大众 对佛法升起信心 那么在此地 这位尊者代表 念佛法门 确确实实 可以广泛接引一切众生 只要我们善巧的为人接受 接下来这一位 磨合聚痴罗 这一位尊者呢 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舍利弗尊者的舅舅 聚痴罗 翻译成中国话 就是膝盖 磨合是大 所以经常也称大膝尊者 大概这位尊者的膝盖很大 这个腿很长 他呢 在射利弗尊者 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就出去周游列国了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学了16年 在这16年当中啊 他学得非常刻苦 非常精进 精进到什么程度啊 他连剪指甲的功夫都没有 所以这个手指甲就越长越长 我们在这个十八罗汉中啊 有时候会看到 有一位阿罗汉 那个指甲特别长 就是这位尊者 所以别人看到了 就给他送个别号 叫长爪范志 指甲特别长 他也懒得去剪 随便让他去炸 学完之后啊 他就想 这一下子我不怕了 我要回去 跟我的外甥好好辩论 他知道 他这个外甥很聪明 结果回来之后啊 就问他姐姐 说孩子呢 孩子到哪里去了 姐姐就说 你来晚了 你的外甥啊 已经跟佛出家了 这一下 巨师罗尊者就很不高兴 他就想啊 佛是什么人啊 居然敢把我的外甥 给骗出家 我的外甥是绝顶聪明的人啊 没人能够当他的老师 不行不行 肯定是被这个人骗了 我要去找他评理 要把我外甥要回来 于是啊 他就来到佛的精神 见佛 跟佛提出 说我要把我外甥带回家 他不能跟你出家 你也没能力交他 佛就说了 不是我要他出家 他自己来的 你如果一定要他出家 你去问他 你去问他 就是他是不是要回家 是不是愿意跟你去 舍利弗尊者 也不表态 这个巨师罗尊者 就说了 这样吧 我也不为难 你如果真有学问 你能够赢得了我 那我就放我外甥跟你出家 你如果赢不了我 我外甥要带回家 不能跟你 佛说可以啊 怎么辩论呢 打赌 这在当时印度啊 很盛行的 就是说 谁的学问好 谁有没有修行 大家辩论 谁能掌握真理 谁是高人一大 可以做天人士 用现代话讲 这要靠实力说话 这个巨师罗尊者呢 他是胸有成竹 就说了 如果我要赢不了 他说 我不能赢得过你的话呢 看到没有 相上人头 我跟你留下 你可以把我的头拿去 如果我要赢了 我也不要你的头 我就把我外甥带走 他的意思是说 我肯定会赢 结果他一开口 就被佛问得哑口无言 一句话都没有多说 就输了 输了之后啊 他有些不服气 就想悄悄溜走 刚才说的话不算数了 要杀头的 就想跑 跑了几步 我一想不对 我怎么说啊 也算是个有学问的人啊 怎么能够食言呢 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于是硬着头皮回来 说算了 今天反正我是输了 我的头不要了 你拿去吧 外甥我也不要了 佛就笑了笑 我呢 不会啊 杀你的头 不过呢 我要你跟我出家 你既然输了 就要听我的 你跟我出家 那么在我的教法之中 好好学习 你的境界可以提成 据是罗尊子啊 心服口服 随佛出家 出家之前 他本来呀 就变才很好 加上出家之后 精进修学 所以 智慧更加殊胜 这个世间 所有的疑难杂症 到他这一边 都能迎刃而解 触问能答 所以佛地之中 答问第一 答问第一什么意思啊 用现代话讲 我们常常啊 有佛学问答 就是你什么问题 都可以来问 没有人难倒他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位尊者代表什么呢 代表念佛法门啊 能解决所有问题 有人说 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么厉害吗 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一点没错 有人说 夸张了 我缺钱花 念念阿弥陀佛 有没有用啊 缺钱花呢 如果真的好好念佛 也管用 怕就怕在呀 虽然念佛 心不在佛上 心在钱上 如果是真的 心在念佛 管用 这个是真的 我们这个前 前年啊 在这个玉环 有一个念佛堂 我们遇到一件 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个念佛堂啊 发心的那个老局势 很难得 发心在山上 建了个念佛堂 感应很殊胜 可是念佛堂建好了 这个 工钱啊 没有能力还 家里面人也很发心 大家都一起凑钱 出了好多 最后啊 还是不够 差了八千块 马上过年了 实在没办法 这个工人啊 工头啊 天天来讨债 也要工钱 这个老局势很苦恼 没办法 天天去念佛 有人说 这有用吗 还别说 快过年的 这一天晚上 他实在是 一点办法没有 念完佛啊 就到后山上 自己要去除地 他在山上 种了一块菜 一块菜地 自己去 在那边除 天还没亮了 就在那边除地 除着除着 忽然发现 这个地里面 怎么有一大堆钞票 他很惊讶 于是啊 就把这个钞票 拿起来点一点 不多不少 正好八千块 天一亮 工头来要钱 把这个钱给他 一分也没分 哪里来的呢 谁也不知道 除地除处来八千块 念佛念出来的 他跟很多人讲 很多人感觉 都不可思议 那么我们去看了之后 知道 这个是念佛人 至诚感通 这个不是在编故事啊 这个就是前两年的事情 人都还在 所以说 缺钱花了念佛 也同样管用 钱是一般人 看到最重要的 尚且能够解决 何况其他的事情呢 其实啊 这个事情小菜一碟 比这个更重要的 要命的事情 生死烦恼的事情 念阿弥陀佛都能解决 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 所以自卫尊者 在此地代表的 就是念佛法门 能解决一切问题 关键就是 我们有没有信心 会不会专心 有没有足够的诚心 果然有 确确实实 念佛法门 如古大德所说 那是阿且陀要 能治一切 疑难达成 接下来这一位 李博多尊者 这一位尊者 翻译成 星秀 星秀啊 就是一种 星座 现在讲的星座 过去呢 就叫星秀 星秀就是 星系的一个代名词 另外一个意思 叫甲合合 甲合合呢 就是说这个身体呀 是由四大 暂时凝聚在一起 而组成的一个假象 这个名号的来历呀 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这位尊者 有一天晚上啊 到外面去 办事情 晚上很晚才回来 路途当中啊 没地方住 就在荒郊野外 有一个破庙 到里面去过夜 这个破庙里面啊 也没有人打理 他就啊 他就啊 在这个 神岸下面啊 准备休息 正在这个时候啊 有一个小鬼啊 跑进来了 这个小鬼进来的时候啊 他拖着一个死人的尸体 拖进来之后 他准备要吃这个死人 这个是专门吃尸体的鬼 在地藏经上我们有看到的 他刚要吃呢 后面又追了一个大鬼 就是比他更大的一个鬼 这个大鬼来了之后啊 就告诉他 说这个你不能吃 这个是我的 你要给我留下 小鬼就不服气啊 说这个是我先发现的 当然我要吃啊 两个鬼就在那边吵架 吵着吵着呢 忽然发现 这边还有一个活人 我们不要吵了 于是这个大鬼就说 来来来你出来 你不要怕 我们不会吃你 你呢给我们评评礼 你来说说看 这个尸体啊 是我们哪一个 这个离婆多尊者就想啊 我要说是小鬼的 大鬼肯定饶不够我 如果说是大鬼的 那我是昧着良心啊 明明是小鬼先驼来的嘛 那怎么办呢 由于半天心痒 今天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死活都是鬼 怎么办呢 于是就硬着头皮 说了真话 这个是那个小鬼 先发现的 他这么一说 不要紧 大鬼很不高兴 这一怒之下呢 就把他的胳膊 给扭下来一只 在那边 三下五戳吃掉了 这个鬼会吃人的啊 就像我们在吃那些动物的腿一样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小鬼看到 我觉得哎呀 这个人是好人啊 他替我说 你反而被这个大鬼欺负 怎么办呢 胳膊少了一个 回头一看 有个死人 这个死人可能刚死 这个身体还可以用 于是他就从那个死人身上 把他的胳膊扭下来一个 给他接上 用现代话讲 这做移植手术 鬼有这个能力啊 我们现在要用很多复杂的 这些工具 他不用 直接就接上 那个大鬼一看啊 好你接上是吗 我再把另外一个也吃掉 于是把另外一只胳膊 也吃掉了 那个小鬼就把死人 另外一只胳膊 也给扭下来 给他接上 大鬼接着 又把他的腿吃掉 小鬼又把腿接上 这样三下五出 整个人呢 都给吃光了 小鬼呢 就用那个死人的 那个身体 给他换了个变 换完之后 大鬼吃饱了 小鬼呀 也觉得 哎呀 他也对得起这个人了 反正是又给他 一个活的身体 两个鬼呀 就扬唐而去 不管他了 剩下这位尊者自己 天一亮 他就浑身看一看 不对呀 这个是我吗 如果是我 浑身上下 没有一个地方 像以前的我 如果不是我 怎么还是 我的思想呢 这个很有趣啊 我们现在这个 医学发达 常常常做这些移植手术 你看 手可以接上 可以用别人的手 给自己接上 皮肤呢 可以从动物身上 割一块 给自己贴上 也可以从别人身上 接一块皮拿下来 放在身上 眼镜 可以用别人的眼角膜 甚至内脏 甚至胃呀 乃至心脏 都可以移植 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 想一想 假如有一个人 陆陆续续 把这个身体上的 零部件 全部换一个遍 你想一想 这个人是谁 就是我们以前 那个我 跑哪里去了 面孔也不一样了 肢脂也不一样 连心脏都不一样了 很多人说 心脏是自己 心脏哪是自己 心脏都可以换的 所以这个 离婆的尊者 哎呀 他就带着一个 很大的疑问 一路走回京市 边走边问 遇到人就问 我是谁 我是谁 别人都无法告诉他 最后到京市 遇到一位长老 这位长老就告诉他 你呀 本来就不存在 你只不过是一个 假的现象而已 你为什么要执着 这个像呢 这一句话 把离婆多尊者 点醒 一下子 豁然大悟 正阿罗汉 就是不再执着 这个色神 不再执着 自我的概念 阿罗汉 没有别的 就是把我执 破掉 所以 为了纪念 这个事情啊 他就起了 这个名字 离婆多 就是 假和和 他知道这个身体啊 是由这些灵部件 拼凑在一起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这一位尊子 佛地之中 无捣乱第一 无捣乱啊 就是他能够永远保持正念 不会颠倒 代表念佛人 真正念佛人 能够永远提起正念 心不颠倒 尤其是往生的时候 这一点特别关键 到这个时候 可不要再探索这身体了 平常没关系 临命中时啊 对这个身体 如果丝毫放不下 那么 就会颠倒错乱 对往生 造成障碍 说老实话 不要等到临终啊 平常啊 就应该 慢慢的 把这个观念 转过来 临终时 才会减少障碍 这是 离婆多 跟着 那么 这十六位 上手代表 下面呢 还有几位 这一堂课 我们先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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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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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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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出生在路边上 所以叫路边生 而母亲怀孕之后 按照当时印度的风俗习惯 那么在路途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到他母亲怀孕生这个周立盘陀茄的时候啊 也是同样情景 在回娘家的路上呢 分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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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基本的教诲 要学习 教他四句话 就是我们常念的一首祭诵 叫他备会 备会之后 好在生活中慢慢去学习 可是这位尊子 三个月 别说四句没学会 居然连一句也没记住 笨到这个程度 所以他的哥哥看到之后 就觉得这个弟弟不行 怎么学都学不会 算了 还是让他回家吧 别在圣团里面丢人 免得走出去 别人都说 你看这是佛的学生 都这么笨 会让社会大众笑话 可是周历盘陀杰呢 他很想学 不是他不要学会 是他真的学不会 没办法 哥哥赶他回家 他不愿意回家 很难过 就在 这个道场的门口啊 哭啊 不愿意回去啊 被佛看到 佛观察到之后啊 就把他叫到一边 问他 你为什么哭啊 周历盘陀杰就说啊 别人都说我很笨 我学了好几个月 连一句话也记不住 哥哥也说 我没有资格出家 没有资格学佛 所以很难过 可是我很想学 不愿意回家 于是 佛就问他 说你啊 自己认为 怎么样呢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笨呢 周历盘陀杰就说啊 我自己感觉啊 我好像真的很笨呢 于是佛就告诉他 你还能感觉自己很笨 说明已经不笨了 什么缘故呢 因为最笨的人呢 就是不知道自己笨 那就是笨到底了 你还能知道你自己很笨 你就不笨了 你只要有心想学 这样吧 你不用回家 我来教你 以后啊 你就跟着我 周历盘陀杰一听 非常欢喜 从这一天开始 他就跟着佛 佛很有耐心 就教他 怎样去学习 知道 交给他太多 他记不住 于是 佛就交给他四个字 少成除够 就连这四个字啊 自为尊职啊 也真够可以的 记不住 四个字都记不住 交前面两个字 少成 他不知道后面 好不容易把少成记住了 佛再教他除够 这一除呢 把前面两个字除掉 后面两个字记住 前面两个字又忘掉了 再回过来交前面 前面又记住 后面又忘掉了 忘了前面 记住后面 记住后面 又忘了前面 其笨无比啊 所以大家想一想 有没有这么笨啊 很多人说很笨很笨 其实很谦虚啊 跟周立盘陀杰相比啊 是聪明太多了 我们不要说四个字很容易记 别人骂我一大堆话 我们都能够记得一清二楚 所以这一位尊质啊 他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根性 但是他有耐心学 佛呢 有耐心教 下了很大的功夫 这好不容易啊 教他 把少成除够 这四个字 算完全记住了 记住之后呢 跟他说 你呢 不要做别的事情 拿了一把哨子给他 你就每一天 在道场里面打扫卫生 扫地 做清洁工 边扫地 边念 扫成除够 这就是你的功课 每天如此 不要间断 这个周历盘托其 啊 真的很听话 从此以后啊 他就拿着哨子 天天在道场扫地 边扫边念 扫成除够 扫成除够 居然扫到有一天 忽然啊 他把心中的成够给扫掉 正得阿罗汉国 就是扫地 扫着扫着扫着 忽然开悟 正果 念扫成除够四个字 他念到一心不乱 正阿罗汉国 正果之后 还有很多人 以为啊 他跟之前一样那么笨 都瞧不起他 所以 佛常常啊 给他提供机会 让他去表演 让他去视线 说法 他跟大家说法呢 也就拿着一把哨子 在那边扫来扫去 说我跟着佛 没学到别的 就学会扫地 以前总以为是扫外面的地 现在我领悟到啊 原来呀 佛是教我 扫除内心的成够 我啊 终于把心地的成够 给扫干净了 这是我 随佛出家 得到的最大使用 扫成除够啊 扫除心地的成够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一位尊者 代表一词第一 一词啊 就是受词一句话 就可以正国 可以开悟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学佛 只要有耐心 不管是什么样的根性 都可以成就 有人说很笨 看到这一位尊者 就可以放心啊 我们虽然笨 还有垫背的 这位尊者 比我们好像更笨 所以我们大可放心 只要肯学 其实啊 很多人常常说 很笨很笨 倒不是真的笨 只是不愿意学而 拿自己笨做理由 那这样的话 那真的就很笨了 本来不笨 天天这样说 又不愿意学 最后就变得 真的很笨 所以真的有心学 不管是笨 还是聪明 都可以成就 那有人说了 这位尊者 尊者到底是中了什么因 有这样的果报 佛在经上也为我们说出来 这也是有一段因缘 这位尊者 这位尊者在过去生中 曾经是一位三藏法师 讲经说法的大法师 精通三藏 可是他在讲经说法的过程中啊 常常令法 这是自己啊 知道的 不愿意告诉别人 很多人跟他学 他总是留一手 怕别人超过他 因为令法的缘故 所以 从此以后啊 生生世世 得 愚痴报 愚痴啊 就是变得这么笨 好在呢 他过去受持三藏 这个善根很深厚 所以 这个愚痴的报啊 一旦尽了 很快就开悟 这也是给我们 视线一种因果 教我们 去佛 不要念法 我们懂得多少 欢喜 为别人解说 那么 念佛法门 有周立盘陀企业 这一位尊者 在这里 代表 只要老实念 各个都能成就 哪怕就像周立盘陀企业 这么笨的人 坚持一句名号 照样可以往生 不退称佛 这是周立盘陀企业 这一位尊者 在此地啊 给我们增长信心 真的是三根仆贝 利盾全收 你说我很笨 不会笨过周立盘陀企业 你说我很有智慧 肯定超不过 社立佛尊者 所以通通包含在里面 接下来这一位 南陀尊者 南陀尊者的名号 翻译成中国话 叫庆喜 就是欢喜的意思 这个 欢欢喜喜啊 就是每个人看到他 都很高兴 心生欢喜 这是佛 最亲的一个弟弟 佛 唐兄弟八个 其中啊 南陀尊者 是佛的亲弟弟 就是佛的袍弟 同富异母的袍弟 其他的呢 都是唐兄弟 这一位尊者呢 在佛的学生当中 是长得最庄严的 用现代话讲 长得最酷 最帅 帅到什么程度呢 经上说啊 佛有三十二相 南陀尊者 有三十种相好 远远看上去 别人都以为啊 见到佛了 他跟佛长得差不多 就是比佛的身高 稍微矮一点点 就长得过一点 另外一个地方呢 耳朵比佛的小一点 从此以外呢 远远看上去 跟佛一样 所以很多人 见到他呢 都以为见到佛了 心生欢喜 这一位尊者 本来呀 他是没有心 要发心修行的 他常常 在做梦啊 说我的大哥出家了 现在呢 没有人给我抢王位了 我将来肯定做国王 我要好好地享受 荣华富贵 所以 佛虽然常常到王宫说法 他并没有意识要学 佛呢 观察到他得度的因缘 就用种种善巧方便 去引导他 度他出家 这位尊者出家的因缘 很特别 不像别的学生出家 是志愿的 这位尊者出家 是被逼无奈出家的 这是很特别的 怎么说被逼无奈呢 因为他不愿意 所以佛呢 就设种种方便 引导他 有一天 佛就命阿南尊者 到王宫去托波 接受供养 而且指定 要南陀出来供养 这个南陀不敢不听 佛是世尊的 又是自己的大哥 讲话一定要听的 所以阿南托波 他就乖乖的出来 把波接回去 回到王宫 成了这个上好的饮食 准备出来供养 他呢 有一个 很可爱的太子妃 佛出家了 他就是太子啊 他的太子妃呢 叫孙陀罗 这个孙陀罗啊 美貌绝伦 在当时的印度啊 是很少找到 这样美貌的女子 所以南陀啊 就非常喜欢 他这个妃子 寸步不离啊 每天 他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天天去欣赏 他这个太子妃 有多么漂亮 早晨起床 头一件事情 就是去看 他的太子妃 怎么梳妆 怎么在那边打扮 这一大早啊 佛派阿南来偷波 没办法 出去把波接回来 要乘饮食供养啊 孙陀罗跟他感情很好 担心他出具时间太久 会出现变故 所以临出门的时候啊 就交代他 你这一次出具啊 不可以太久 马上就要回来 你出去送供养 送完了 不要停 赶紧回来 临出门之前 沾了一滴水 点在他的额头上 告诉他 在一滴水干之前 你就给我回来 要不然 我跟你没完 南驼很听话 本来想啊 我把这个饭送去就好了 马上就回来 结果送出宫门一看啊 阿南啊 并不在宫门口等他 而是在很远的地方 看着他 这个南驼没办法 总不能说 阿南你过来 我的这个供养准备好了 你过来拿吧 不能这样 他很不恭敬啊 自己要送过去 所以啊 就像阿南在的地方 走过去 阿南呢 已经啊 听了佛的教诲 准备好 把他引到金色 所以南驼在后面 追阿南 阿南呢 就在前面 不停的 往金色的方向 走去 这样啊 不知不觉 就把南驼 引到了金色 南驼拖着这一 这一波饭呢 就来到了佛的金色 来到之后啊 佛就命人 把金色的门关上 不让他回去 佛接受了供养 就问南驼 说南驼啊 你看你这些兄弟啊 个个都发心修行 有的都出家了 修行好不好啊 南驼不能说不好啊 当然要随口说好啊 客气客气 也要这么讲啊 太好了 出家 非常殊胜 有机缘的话 我也要出家 其实啊 他是客气客气 那么随便说说的 哪知道 他这话刚说完 说就讲 你既然认为修行好 出家也好 那么就好了 现在就出家吧 不用等啊 南驼一听就着急了 这不行不行啊 我虽然说出家好啊 可是现在还不行啊 我就说了 不用等了 既然好 就不能够等 现在就出家 马上啊 救命 摄利佛 穆建连 这两位大弟子 给他剃头 哎呀 这个南驼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刚才已经说过了 现在又是佛亲自开口 怎么好意思回绝呢 可是他心里想啊 你就是给我剃了头 我还是要跑回家 反正我是不想出家的 谁知道 他这一剃头 就再也回不了家了 佛有种种善巧方面 开导他 先让他住在京上 派人专门看好他 不准他跑回去 有一天呢 佛带着僧团 到外面去应供 专门留他在家 看道场 这个机会留给他 干什么呢 知道他想跑回家 就给他留了个机会 让他跑回去 南驼一想 这下可好 我可以跑回家了 哎呀 好几天没有见孙陀罗啊 心里很失恋啊 佛带着大众前面走 他在后面就溜出去了 结果溜到半路上 远远看到啊 不对不对 佛怎么又回来了 看到之后 我赶紧从旁边小路 走岔路要跑回去 很奇怪啊 不管他走哪一条路 前面总是看到佛 最后实在躲不过 他就藏到一棵大树的后面 心想啊 这下佛看不到 结果树神呢 很有意思 佛来到这个树旁边的树神 忽然用神通啊 把这棵树消失了 这个南驼啊 就整个现身在佛面前 佛就看到他说 哎 南驼啊 你一个人趴在地上干什么 南驼这个时候不好意思了 说我很想回家 我想圣陀螺了 我就笑了笑 你不要着急 你不是想圣陀螺吗 这样吧 我带你啊 去一个地方 那里有很多 比圣陀螺更漂亮的女孩子 你去看一看 可能就不会再想圣陀螺了 南驼一听很高兴 于是啊 佛就带着他 成神通力 带他到天宫去旅游 佛带他到天上去 让他去看看天上的生活 路途上经过一个山 这一座山上呢 有很多猴子 佛特别留在这个地方 停了片刻 干什么呢 先看看这些猴子 一大群猴子 围着一个母猴 那一只母猴子啊 在那边 好像很得意 觉得自己长得很漂亮 一大群猴子围绕他 团团转 佛就指给南驼看 说你看到那只母猴子没有啊 南驼就看到了 那只母猴啊 长得很丑啊 他自己觉得很不错啊 佛就说了 你觉得 那一只母猴子 跟你的孙陀螺相比 哪个更漂亮 南驼一听就说 佛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比喻啊 我的孙陀螺啊 那是举世无双的美女啊 怎么可以拿个野猴子跟他比啊 不能不能比不能比 佛笑了笑 你记得了 母猴子跟孙陀螺不能相比 我现在带你去看 更好的 于是 佛带他到天宫 来到一个宫殿 这个宫殿里面呢 有五百天女 里面非常豪华 这五百天女啊 好像都在那边等着一个什么人 就是没有天子 全是一群啊 仙女啊 里面缺少一位天子 南驼看到就很奇怪 就问佛怎么回事 佛就说了 你自己上去问啊 你问他们 他们在等谁 南驼上前一问 这些天女们就讲了 我们啊 正在等一个叫南驼的人 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弟 现在跟佛出家 因为出家的功德 将来啊 会升到这一层天 就升在这个天宫 做天子 我们都在等着 奉执他 南驼一听就很高 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用等啊 我就是南驼 我现在可以住在这里了 这些天女就说 不行不行 你虽然就是南驼 但你现在还是肉身 跟我们身份不一样 你呢 回去 回去好好修行 将来命中之后 可以升到这一层天 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 南驼一听 很开心 赶紧回来 跟佛说 哎呀 太好 太好了 赶紧回去 我也好好用功了 我知道他想什么 也没多问 就带他回来 在路途上呢 就问他 南驼啊 你还想不想 升陀罗啊 南驼就说 不想了 不想了 那个升陀罗 丑死了 跟这些天女相比啊 就像那个母猴子 跟我的升陀罗相比啊 怎么能够相比呢 不想他了 从今天开始 再也不想他了 这个感情是无常的 所以不能当真了 佛呢 算是把他的心念 初步转过来了 南驼回到京社之后啊 从此不再想王公 不再想升陀罗 天天用功修行 大家觉得很奇怪啊 这个南驼从不用功的 怎么跟着佛出去一趟 变得这么精进呢 后来一打听啊 大家知道了 原来这个南驼啊 之所以这么精进用功啊 是为了那些天女的缘故 他是想跟天女生活在一起 所以才这么精进 这么一说啊 大家都笑话他 同学们当中传开了 大家都说啊 南驼修行 就是为了几个女人 很没有出息 南驼听到别人议论呢 自己也很不好意思 佛观察到机缘 又成熟了 这一天啊 就跟他讲 南驼啊 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旅游 你跟我来 于是 佛就带着南驼 从神主通 到地狱里面去参观 到什么地狱呢 一个火货地狱 就是火锅地狱啊 那个锅啊 里面全是油 下面 都是熊熊火焰 经上说 生前喜欢吃火锅的人 严重的 命中之后 堕地狱 都会堕到这一层地狱 火锅啊 就是活生生的 动物在里面煮 堕到这一层地狱的众生啊 自己 在这个油锅里面被煮 然后煮了之后又不死 煮完了之后 肉在里面 自己会出来 把里面的肉拿出来 自己吃 自己吃自己的肉 吃完之后再进去再煮 没完没了 这样受罪 这叫火锅地狱 南陀呢 就看到 有一口锅 里面呢 那个油是沸腾的 火烧得很旺 就是没有人在受罪 他觉得很奇怪 就上前去问 几个狱卒小鬼啊 正在下面添火 看到南陀来 就招呼 你来干什么 南陀就问 你们在这边烧 烧这个油锅 为什么里面没有罪人啊 其中一个小鬼就说了 我们啊 正在等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南陀 他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弟 现在发心出家 用功修行 将来命中之后升天 到天上去享天福 天福享尽之后啊 他就要堕到这个油锅里面 我们正在 我们正在 我们正在给他加油 等他来准备受罪 南陀一听啊 倒吸了一口冷气 吓坏了 赶紧扭头就跑 边跑边说 幸好他们不知道 我就是南陀 如果要知道的话 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赶紧跑 赶紧跑 边跑边拉着 佛说 哎呀佛陀啊 天上我 我不要去了 只要我不要 堕到这个油锅里面 就好了 佛观察到 南陀 这个升天 摊求天福的念头 也没有了 于是带他出来 从此以后啊 南陀就真的拼命用过 很快正在乱过 这是佛弟子当中 比较特别的 一个出家姻缘 就是说 在佛这样种种引导之下 才最终升起出了一些 那么在这个地方 这位尊者代表哪一类人物呢 就像现在很多 贪图人间 无欲享受的这些朋友 很多人贪图世间 才是名利的享受 那么念佛法门呢 也可以由种种善巧方便 引导这一群大众 归心净土 告诉大家 五欲不是永恒的 都是非常短暂的 而且副作用很大 将来一不小心啊 就会堕到油锅 常常想到这个事情 人的敬决心就会提升了 所以在此地 南陀尊子 代表这么一类人物 同时呢 他又代表相好庄严 说明什么呢 念佛人越念越年轻 越念越庄严 像佛一样 跟佛差不多 就像南陀 具足三十种相好 跟佛就差一点点 这是南陀尊子 佛地之中 仪荣 接下来 阿南陀 阿南陀跟南陀 这个名号差不多 所以很多时候啊 会把它混到一起 有不少 学佛的朋友啊 也会常常分不清楚 这南陀阿南陀 好像一个人一样 其实差不多 名字差不多 这位尊者的名号 也是欢喜的意思 庆喜 只不过呢 他这个欢喜是双重欢喜 喜庆欢喜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双喜临门 是这个意思 佛三十岁成道 我们习惯上认为 是腊月初八 佛成道日 佛成道这一天 是阿南陀尊者的生日 净犯大王啊 听到人来报告 说佛这一天得道了 正好阿南降生 王宫里面 又添了一位小王子 所以国王很高兴啊 这真是双喜临门的一天 于是就给这位小王子 起了个名字 叫阿南陀 就是庆喜 双喜临门 这一位尊者 在佛地之中 名气是很大的 多文第一 他是佛的常随使者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啊 他是佛贴身的秘书 佛走到哪里 都会带着他 佛一生 所讲过的经典 他全部都听过 有人 就会疑惑了 刚才不是还说 佛成道的时候 他刚出生吗 那么佛 前一二十年讲的经 他怎么可能会听过呢 刚出生 怎么可能听过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缘 阿南尊者 三十岁出家 有经上说 二十五岁出家 也就是说 佛讲经二十五年 阿南尊者 才出家 那么阿南尊者 出家的时候 他向佛 提出了几个请求 其中有一个 就是说 我将来跟佛出家 做佛的侍者 佛前些年讲的经 我都没听过 可不可以请佛 在方便的时候 把以前讲过的经 重新给我讲一遍 这样 我可以负责记录 把这些经典 传下去 佛答应了 他这个请求 所以 阿南尊者 对佛所讲过的经 通通都听闻过 多闻定义 这是 负责 结级经葬的 主要人物 佛灭度后 弟子们结级经典 就是由阿南尊者 生作 把佛在世的时候 所讲过的经 重复 宣说一遍 在佛门里面 叫附加 阿南尊者 是头一个人 就是佛当年怎么讲 我就怎么重新 说一遍 那么在这个地方 阿南尊者 这个 多闻定义 代表 所有经典 有文字记载的法门 最后 通通都归到 净土法门 阿南尊者 也在这里 听闻 念佛法门 这一位尊者 在无量寿经上 就是本经 还是当机代表 也就是说 他是这一会 主要的代表人物 也是发愿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 阿南尊者 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无量寿经 我们就知道 阿南尊者 现在啊 就在极乐世界 这给我们 现身说法 做了一个榜样 同时 在佛门里面 这个阿南尊者呢 也是 佛门 比丘尼 就是出家 女众的大恩人 由她 再三请求 佛陀慈悲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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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众出家 所以 女众出家 多半呢 都会感恩 这一位阿南尊者 这是 阿南尊者 我们 简单 认识一下 意识中 多文第一的 大弟子 接下来 这一位 罗侯罗 罗侯罗 翻译成 中国话 叫 富障 富是覆盖 障是障碍 就是这一位 尊者的名号 障碍的意思 他有什么障碍呢 经上说 有三种障碍 第一种障碍呢 是这一位尊者啊 自己啊 因为过去造的恶业 障碍自己 在母亲肚子里面 六年不能出生 一般人 在母胎里面 十个月啊 这是正常的 可是这位尊者啊 在母亲肚子里面 六年 就是母亲怀孕 怀她六年 她才出生 这是第一个障碍 第二个障碍 障碍 什么缘故呢 因为 由这一位尊者 出现的缘故 佛的出家 曾经一度啊 受到 净犯大王的 障碍 净犯大王说 太子你要出家 我不拦你 但是你要给我留一个王总 那我就是罗侯罗 所以 因为啊 这一位尊者啊 也曾经啊 对佛的出家 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个呢 障碍她的母亲 因为这一位尊者呢 是在佛出家六年之后 才降世 所以很多啊 这个 世家族的长老 王公贵族 他们就以为啊 这个太子妃 耶稣陀罗 怎么回事啊 怎么太子出家六年了 他又生下一个孩子 于是很多人 对耶稣陀罗 就是罗侯罗的母亲 产生了疑惑 甚至 对她 又种种侮辱 所以 障碍母亲 有这三种障碍 所以这个名字 叫 复障 这里面 刚才说到啊 罗侯罗尊者 在母胎里面六年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呢 这个呢 是有特殊应援的 经常为我们讲 因果 在这一位尊者身上 是怎么产生的呢 据说 这位尊者 在过去生中 有一事 很顽皮啊 恶作趣 用那个石头 去塞老鼠洞 塞了六天 把老鼠堵在洞里面 堵了六天 让老鼠出不来 他觉得很好玩 所以敢得 生生世世啊 他在母亲肚子里面 都要呆上六年 呆得出来 这个就是啊 所造成的障碍 因果 那么还有其他 不同的说法 这个呢 是比较特别的 这一位尊者 是佛地史当中 密行第一 密行第一啊 就是他的修行 多半是不为人知的 也是佛门中 最早的沙弥 沙弥的祖师啊 九岁出家 罗侯罗尊子 九岁出家 那么这一位尊者 出家 因缘也非常有趣 佛成道之后 讲经说法 过了几年 回到王宫 那么度了很多 王宫里面的贵族 出家 耶稣陀罗呢 就想啊 这个太子啊 我是没办法 让他回心转意了 这地方的太子 就是指的 释迦牟尼佛 耶稣陀罗呢 是太子妃 但是孩子是你的 所以他就想啊 要用罗侯罗 把福的心意 给转回过来 当然 这是用凡夫的情境 去猜测的 福心清净 怎么可能受影响呢 有一天啊 耶稣陀罗 就把罗侯罗叫来 这孩子啊 也看到没有 那个万众永代的佛陀 就是你的父亲 你是他的儿子 你有权利 去继承他的财产 他有很多的宝贝 这样啊 你从今天开始 缠着他不放 去问他要宝贝 去问他要继承权 这个罗侯罗小啊 他就很听妈妈的话 于是就跑去 缠着佛不放 他说佛陀啊 我要你的宝贝 我要这个继承财产 你要给我 很好的玩具 佛呢 很善巧 就哄着他 跟他讲 说 我有很多宝贝 只不过呢 都不在这边 我也没带出来 都在道场里面 你呢 跟着我回到道场 我会给你宝贝 把继承权 都给你 后后罗一听啊 就很开心 于是 就跟着佛 一路来到京涉 到了京涉之后 我就跟他讲 作为我的儿子 我不能给你世间 这一些暂时存在的 虚妄的财宝 我要给你永恒的财富 那要怎样做呢 就是 你呀 要加入生团 成为生团的一份子 成为生宝啊 将来就有资格 继承如来家业 这个是真正的财报 所以罗后罗 在这种情况下 就随意佛出家 九岁 当然 年财很小嘛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他很顽皮 后来 经过佛的善巧引导 他慢慢的 懂得整个修行 非常用功 也在很短时间内 正阿罗汉国 别人都以为啊 他平常在玩闹 在游戏 而不知道啊 他自己 在内心里面啊 非常勇猛精进 所以叫秘行第一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他代表 念佛法门 一般人看起来 好像啊 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像唱儿歌一样 而不知道 就这一句阿弥陀佛 念念就能成佛 念之久久啊 就能圆成无上佛道 这是秘行啊 有很深的秘意 这是这一位尊者 在此地 所代表的内涵 接下来 乔范波提 这一位尊者名号 翻译成中国话 叫牛诗 牛诗 就是像那个牛 吃草的样子 牛吃草 不像啊 其他的动物 也不像我们一般人类啊 抽完了就下去了 然后再消化 牛不是 牛是先把这些草料吃下来 然后空闲的时候 再把它倒吐出来 含在嘴里面搅来搅去 那么这一位尊者呢 他有这样的一种习惯 就是抽完了饭 没事再吐出来 慢慢的嚼 这个习惯呢 是过去生中带来的 因为这位尊者 五百事做牛 所以这个鱼席还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呢 这位尊者给我们 实现因果 在过去生中 有一事 这位尊者 这位年轻的比丘 有一天 在道场里面 看到一个老师傅 在那边念经 大概念经的声音 不怎么好听 形象也不怎么好看 他就跑过去啊 跟这个老师傅开玩笑 老师傅啊 你看你念经的样子 像牛吃草一样 一点也不好看 他以为在开玩笑 没事 老师傅听到 就很严肃的停下来 告诉他 所以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这个年轻比丘就说 我知道啊 你是某某长老啊 老师傅就说了 我以证得阿罗汉国 你要为你刚才说的这句话 赴因果责任 这一下子 这个年轻比丘啊 吓坏了 他知道 这个果报很可怕 这就是棒阿罗汉 轻慢圣贤 果报 在阿比地狱 所以这样的玩笑 不敢随便开啊 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正果的圣人 那是山途的果报 于是 就在这位尊者面前赶紧忏悔 因为忏悔得及时 所以地狱的恶报 免去了 不用剁地狱了 尊者当然很慈悲 不会怪他 但他要自己赴英国 地狱恶报免去 但是余报不免 所以五百世 剁牛身 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说阿罗汉像牛 所以自己就变牛 那么这样一来呀 这个五百世做牛啊 这一种习惯就一直留下来 这是最后身 最后身正阿罗汉国 那个畜生到的鱼玺 还在 所以有这样一种现象 佛呢观察到他这个情况 就跟他说 你呢 这个样子会让别人造恶意 别人看到你也会这样轻慢 别人不知道你正阿罗汉国 你就让别人造恶意了 不慈悲 怎么办呢 你不要在人间了 到天上去 天人知道你正阿罗汉国 会尊重你 你就在天上待着 没事情不要下来 所以这一位尊者呢 从此以后 在人间基本上看不到他 除非有大型活动 要派专人请他下来 要不然呢 他平常都在天宫 接受天人供养 所以这位尊者福报就太大了 这叫因祸得福 因此他不用在人间去受苦了 佛地之中啊 受天供定义 在此地 他所代表的 那真的是天人士 说明念佛法门啊 是一切人天都值得学习的 也是最大的福报 这是告诉我们啊 念佛法门 不论哪一种根性 哪一种情况的人 都可以修学 所以这十六位尊者 各式各样的都有 这就是为我们视线 人人都可以学 有很多人说 哎呀 我们念佛不怎么样 怕人瞧不起啊 就有点泪事 有交繁勃提 有这样不好的习气 没关系 只要好好念佛 慢慢都会改变 都会减轻 虽然世间一般人瞧不起 天人看到会礼尽 就像这位尊者一样 一般人看到他 会轻蔓他 天人看到 对他会恭敬恭敖 接下来这一位 冰头颅波罗度 这位尊者 名号比较长 六个字 冰头颅翻译成不动 波罗度呢 翻译成立根 合起来 就是不动立根尊者 不动呢 是说他的心很定 立根呢 是根性很立 这位尊者呢 佛地址当中 是福田第一 福田呢 就是佛灭度了 这位尊者为后世众生做大福田 他到今天都还在人间 没有入涅槃 众生想要种福田 如果供养的心很沉 会遇到这位尊者 为什么 他不入涅槃呢 这个是有因缘的 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常常教戒弟子 不要随便视线神通 可是这一位尊者呢 常常破例 视线神通 这个是佛所不允许的 破坏正法的形象 因为佛教化众生 主要的方法 是以讲经说法 开导大众 神通呢 是在特殊的因缘下 为大家视线 让大家升起信心 弟子们呢 无缘无故 佛有交代 不得随便视线 否则的话呢 就会让人轻慢 好像变魔术一样 随随便便就在表演 可是这位尊者呢 常常这样表演 居然有一次啊 出现了这样一种事情 有一位啊 大副长者 有一天 带了上一个上好的波 波呢 就是吃饭的餐具啊 一个饭碗 是琉璃的 就是非常精美的一个波 来到生团里面供养 可是就一个波 这么多大德 供养谁呢 他想了一个办法 就把这个波呢 放到一个很高的旗杆上面 竖了一个旗杆 派人把这个波挂到上面 跟大家宣布 说哪一位长老大德 能够视线神通 不用爬上去 一伸手 就把波拿下来 这个波呢 就供养他了 当然了 这些长老大德 没有谁会在意 这一个国 所以大家呢 都不理会 这个事情呢 就让 冰头颅尊者 听说了 冰头颅尊者 正在一个山上打坐 山上一块大石头 坐在那边打坐 他用天眼 观察到这个情景啊 他觉得这也是个机会 给大家表演一下 他就去问啊 慕连尊者 慕连尊者跟他在一起 打坐 就说了 哎呀 慕连尊者啊 你是神通第一的大阿罗汉 这个事情应该你去做 给大家表演一下 让大家升起信心 慕连尊者就说了 这所有交代啊 这样的事情 不可随随便便做 尤其是在社会大众面前 随便视线神通 我从不这样做 怎么可以为了一个波 就这么随随便便去表演呢 不行不行 你要想做呢 你自己去做 冰头颅尊者就说 既然你不做 我就不客气了 于是说完呢 就成神足通 视线神足通啊 就像孙悟空一样啊 转眼之间 成空飞去 就是本来在一个大石头上打坐 一转眼就飞上虚空 他在飞行的时候啊 忘掉了 他下面有块大石头 居然把这块大石头也带走了 带着这块大石头 在天空飞来飞去 在这个城市上空啊 绕来绕去 下面很多人一看 哎呀不得了了 怎么天上有个人飞来飞去 更可怕的是他还带着一块大石头 这块石头一不小心掉下来 那可不得了 所以大家看到就很害怕 他飞到哪里 大家就到处乱躲 怕这块石头落下来 有一个怀孕的妇女 居然因此受到惊吓 而堕胎 那么 兵头罗尊者呢 当然 轻而易举 就把这个波拿到手了 可是这个事情 影响很不好 佛陀知道 就把他叫来 狠狠赫斥一番 所以我的正法还在世 你怎么可以这样 随便视线神通呢 你既然这样做 那么从今天开始 罚你 不准入涅槃 别的弟子都可以入涅槃 都可以离开这个世间 你不可以 你既然这么喜欢 给众生表演 你就留在这里 为后世众生做福田 这个就是这位尊者 留下来的因缘 留下来不是为了长寿 这是被佛罚 特别住在世间 不准离开 有这么一个因缘 那么在实地 这位尊者代表 末罚第一福田 其实就是念佛法门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代表这个意思 念佛 就是最为殊胜的福报 接下来 佳柳陀仪 这位尊者翻译成中国话 他的名号叫黑光 什么意思呢 全身都是黑 都是黑的 就是他的皮肤是黑色的 而且黑的发亮 黑呢有过敏 所以叫黑光 为什么皮肤是黑的 又会发亮呢 经上告诉我们 这位尊者 在过去种了什么因呢 过去生中有一次 他在佛前供养 供养油灯 点灯的时候啊 忘了穿衣服 就是光着身子 在佛前供灯 因为光着身子 大不尽 所以生生世世 皮肤是黑色的 可是他又供养了灯啊 供灯的果报是光明啊 所以虽然皮肤是黑的 可是黑的发亮 所以叫黑光 有这样一种果报 这个就是因果相应 丝毫不差 这位尊者 佛弟子中 最善于教化众生 所以叫教化地 在这里 代表念佛法门 能够教化一切众生 当然 我们在为人介绍的时候 需要有善巧方面 接下来 摩赫杰宾诺 杰宾诺尊者 翻译成中国话 叫防秀 防秀啊 就是一种星秀的名字 一种 现在讲的星座 这位尊者 在佛弟子当中 知星秀第一 相当于现在的天文学家 就是 他对于宇宙啊 有透彻的观察 那么在实地啊 他所代表的 念佛法门 确确确实实是宇宙中 最为殊胜的法门 极乐世界 是宇宙中最为殊胜的国土 但是 杰宾诺尊者 是宇宙中最为殊胜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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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宙中最为殊胜的国土 是宇宙中最为殊胜的国土 是宇宙中最为殊胜的国土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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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是无缘无故修来的 一般经常说忍辱的向好 那么这一位尊者呢 在过去生中修了很多这一方面的因 在佛的学生当中 这位尊者寿命最长 据经典记载啊 这位尊者寿命有一百六十岁 就是注释一百六十年 这在我们今天下真的是畅寿 很多人说怎么可能呢 一百六十年 这不奇怪 现在国际上统计出来 就是现在还在世的 最长的寿命都有将近一百三十岁啊 一百二十多岁的人 现在在这个世间都有 那我们以往知道 新加坡一个曲折居士 今年一百一十一岁 而且还非常健康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一百二三十岁 那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都是啊 像佛在经上讲的 因果相应 必然的道理 那么一般人认为 他善于保养 其实更重要的因素 是他修了长寿的因 这位尊者不但长寿 而且健康 长寿又健康 这就很难得 很大的福报 怎么修才能够得到这种果报呢 经上告诉我们 这位尊者过去生中啊 他修了这样一种因 曾经有一事 他遇到一位啊 辟之佛 就是一位出家的师父 证得辟之佛果 正好这位辟之佛呢 身体不大舒服 视线生病 他呢就去照顾 供养了一粒安摩罗果 安摩罗果 就是巴勒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常常吃的水果 就好像供养一粒苹果啊 一粒水果 那么这一位啊 辟之佛果 证得辟之佛果的师父啊 吃了这个粒水果之后 居然病就好了 所以 他就修了这样一个殊胜的因 从此以后啊 生生世世 长寿健康 不生病 有这样殊胜的果报 所以到最深啊 都还能看到 而且啊 纵然是遇到意外 他也死不了 经上说啊 有五种不死的果报 这是因为 他还修了另外一个殊胜的因 就是不杀生 持不杀生的戒 单单持这一条戒 感得五种不死的果报 就是别人杀 杀不死他 他出生的时候 一般人讲啊 是个怪胎 就是 他出了 从母亲肚子里面出来呀 是一个肉球啊 我们看这个封城演义 哪吒 是这个样子 一般人不了解 以为是怪胎 他的父母亲啊 也不了解 以为啊 哎呀 这个孩子 怎么这个样子啊 好像不想 于是啊 要放到水里 把它腻死 可是腻了半天 他也不死 放到 那个开水里面去煮 煮也煮不死 再放到油锅里面去煎 他也不会死 这家人奇怪了 这孩子真怪了 真是个怪物 要不得 怎么办呢 丢到水里 要把它淹死 丢到河里呀 不会死 河里有一头大鱼 这头大鱼呢 把它一口吞下去了 虽然也没事 这个打鱼的人 把这一头鱼啊 打上来 用刀 去把鱼的肚子抛开 虽然刀也不会伤害它 抛开来之后 大家发现 怎么有一个活生生的脚孩 而且还活蹦乱跳 有这样殊胜的果报 很多人说 这好像是神话故事一样 就是啊 意外之中不会死亡的 在我们现前的生活中 都能遇到 譬如说灾难之中 就有人跟大家在一起 可是他居然安然无事 这就是佛法讲的 共业之中 作别业 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讲 是修了不杀生的殊胜善因 因为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不杀生 所以这一生啊 你怎么杀 杀不是他 他没这个意义 长寿又健康 在此地啊 这位尊者代表 念佛人得无量寿 长寿第一吗 就是无量寿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本身呢 就是在念无量寿佛 阿弥陀就是无量寿的意思 所以尊者在此地 代表念佛人得健康长寿 将来得永恒的寿命 无量寿 最后这一位尊者 阿诺楼陀 阿诺楼陀经上也叫 阿那律尊者 翻译成无凭 无凭呢 就是这位尊者 从不缺钱花 所以叫无凭 什么缘故呢 过去生中 供养一位辟之佛 供养一碗饭啊 辟之佛出来脱拨 他遇到了 他那一世的是个农夫 自己出去种田 带人一碗饭 中午的时候我正要吃 遇到这一位师父 出来脱拨 他看到这位师父啊 脱拨没脱到饮食 他就发心啊 把自己带着饭供养 就是修了这么一个善音 感德 九十一个大劫 不受贫穷的果报 生生世世 不管生到哪里 不缺钱花 不会饿豆子 所以这个善金 种得很凄盛 所以叫无凭 佛弟子当中 这一位也是比较特别的人物 他也是佛的堂弟 那么这位尊者 虽然跟佛出家呢 也不怎么用功 也难怪出家前 他也是王公贵族 而且走到哪里不缺钱花 所以想福想习惯了 出家之后 说要修行用功 他当然不大习惯 所以每一次佛讲经 他都在那边打瞌睡 那不大习惯了 他不想用功的 所以佛讲经 他就打瞌睡 不是一次两次啊 是天天打瞌睡 所以啊 这个听经打瞌睡啊 是有来历的 有佛讲经 就由这位尊者打瞌睡 听经喜欢打瞌睡的 要去拜拜这位尊者 这位尊者是打瞌睡的祖师爷 他是第一个 听经打瞌睡的人 佛每一次都呵斥他 他听到也无所谓 还是照睡不误 有很多人也说了 这个也没办法 那么听经打瞌睡 念佛打瞌睡 这个在道场里面 也是时常能够看到的现象 偶尔打瞌睡呢 没关系 这个很正常 常常打瞌睡呢 自己就要注意一点 偶尔打瞌睡 比如说今天很疲劳 没精神 来听经 来念佛 打瞌睡 休息一下 这个很正常 打瞌睡也没关系 多少还能听几句 就是说打瞌睡 打着打着 行了 又听几句 听了几句再睡 这个多少还有点用 如果是天天打瞌睡 一睡到底啊 那就得不到受益 不过呢 睡是很好睡 在讲堂 在念佛堂 睡觉是很好睡的 因为这个地方 磁场好 又没有人干扰 在别的地方睡不着 很多人在家里面 真的睡不着 失眠啊 睡不着觉 找医生 医生开了很多药 还是睡不着 其实很简单 下次再睡不着啊 就跑来天津 跑来念佛 到念佛堂里面一坐 一会儿就睡着了 因为这边磁场非常好 那么如果要是真正想学啊 睡一睡就应该醒来 要好好地听经文化 继续学习 这一位尊者 佛观察到他 长期睡眠不行 于是有一次 就狠狠喝止他 说你这样再睡不行了 多多何为睡 罗氏棒可泪 一睡一千年 不闻佛明智 佛这样喝止他 说你这样睡不行啊 你再这样睡下去 这一辈子就睡没了 你将来会剁到 罗氏棒科这一类呀 罗氏棒科是很会睡的 他们一睡呀 会睡一千年 不行的 他感觉很好睡 很舒服 就像动物冬眠 你去怎么拉他 他就是不行 他觉得那就是很好 很享受 这个喜欢睡觉的人 真有这样的感觉啊 吃了就睡 睡了就吃 他感觉人生最大的享受 就是睡觉 那么这种人啊 多半也是有这种习气 可是这样子 就把自己啊 学佛的姻缘给障碍了 那么这位尊者 被佛喝止之后啊 就很惭愧 拼命用功 因为以前啊 他没用过功 不懂得怎么去调理 所以这一用功 七天七夜不睡觉 把眼睛给熬下了 他不懂得怎么去调理啊 身心结合这样啊 用功才不会疲劳 他不会 所以这一惊记 眼睛弄瞎了 我观察到 哎呀他也很难得 于是呢 就交给他一个特殊的法门 让他修天眼 要见照明 金刚三昧 这位尊者修成之后 肉眼不能用 但是半个脑袋 都能够看东西 所以叫半头天眼 佛地之中 天眼第一 观三千大千世界 如掌中安摩罗国 就是看整个宇宙啊 像看手掌心里面的苹果一样 那么清楚 那么在此地 这一位尊者 也为我们 献身说法 告诉我们 念佛法龙啊 只要肯用功 各个都能成就 不但念佛人 无凭 而且 念佛人 四野开阔 就像无凭尊者 天眼第一 一样 这是为我们 做这样一个视线 那么前面列举了 这十六位尊者 如是等 诸大弟子 像这样的大阿罗汉 就不能一一 体力 细说了 总共列举十六位 十六代表大圆满 这十六位尊者呢 我们可以看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有聪明 有智慧的 像摄利佛尊者 也有笨的 像周立盘陀且尊者 有精进肯用功的 像牧连尊者 大家舍尊者 也有懒惰不肯用功的 像这位阿诺罗陀尊者 但最终 只要肯用功学习 都能成就 代表什么呢 灭佛法门 可以普度一切众生 各式各样根性的众生 只要肯学 这一句阿弥陀佛 统统都可以成就 所以列举了十六位尊者 把一切众生的根性 全都包括了 这是十六位生文众 上手代表 我们学习到此地 接下来是讲第二类 菩萨众 大家前看经文 并诸菩萨 摩河河沙 文术师利 法王子 阿异多菩萨 前妥 河体菩萨 常经济菩萨 与 如是等 诸大菩萨 这是菩萨咒 接下来呢 是天人咒 以 尸体环音等 无量 诸天 大咒聚 到这个地方啊 这是 本经的正信序 告一段落 先说 菩萨中 并诸菩萨 摩河沙 菩萨 他的全称 是菩提萨多 菩提萨多呢 翻译成中国话 叫觉悟的 有情众生 就是觉有情 这是玄壮大师 所翻译的 这告诉我们 菩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是一个觉悟的人 跟我们一样 他有感情 所以还在学习 只不过呢 他在感情中觉悟了 我们呢 在感情中 好像还不觉悟 如果我们 也能够在感情中觉悟啊 也就叫菩萨 觉悟的少 小菩萨 觉悟的多呢 大菩萨 完全觉悟 那就是佛了 所以我们学佛 学菩萨 没有别的 学习觉悟 菩萨后面有 摩河沙 摩河沙大的意思 就是菩萨当中的 大菩萨 这个大菩萨呢 是指的哪些菩萨呢 就像学校念书 有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哪些才称得上大学生呢 菩萨中 有五十一个阶位 实信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觉 到妙觉啊 第五十二个位次 就成佛了 前面 四十个位次 都不能够叫摩河沙 到第五十 就是最后啊 这五十个位次 前面四十个位次过了之后 从十地位开始 这都是属于大菩萨 初地位到十地位 其实呢 是到十一地 等觉菩萨 这十一个位次的菩萨 称为大菩萨 那么列举的这些菩萨呢 都是大菩萨 大的不得了的菩萨 等觉菩萨 几初几位上手代表 这几位菩萨 有些我们熟悉 有些呢 还需要多少介绍一下 文书施力法王子 我们很熟悉了 文书施力 翻译成中国话 叫妙吉祥 那么妙吉祥菩萨 就是讲的文书施力菩萨 这位菩萨呢 在菩萨中 是智慧第一的代表 这个智慧第一 跟前面的射力佛尊者 所代表的智慧第一 有区别 射力佛尊者的智慧 代表的是小乘智慧 文书菩萨的智慧 代表是大乘圆满智慧 所以 这两个上手代表啊 就代表了大小乘圆满智慧 文书菩萨在此地 代表 如果不是真实圆满智慧 不会选择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呢 是真实智慧 第一智慧的选择 文书菩萨在此地 就代表 文书菩萨也是发愿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法王子 王子就好比世间的国王 国王要传位给自己的王子 那么 接受王位的这个王子 他有资格继承王位啊 一般讲叫太子 佛要传位给菩萨 菩萨中 有资格接受佛位的 就叫法王子 一般都是讲的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 接下来就要成佛了 文书菩萨是法王子 就是继承如来加业 要成佛度众生 这位菩萨 其实啊 他是顾佛再来的 早就成佛了 现在呢 是以菩萨身份 帮助释迦牟尼佛 教化众生 所以这也是不得了的大菩萨 接下来 阿易多菩萨 阿易多 这一位菩萨 我们看上去好像不太熟悉 其实呢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 我们很熟悉 就是弥勒菩萨 弥勒是这位菩萨的信 阿易多是名 弥勒翻译成中国话 叫慈世 阿易多呢 翻译成中国话 叫阿 这个 无能胜 阿翻作无 你呢 你呢